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可能大家没听说过 叫做残酷戏剧 他十二三岁就得抑郁症 后来就是在精神病院里面 然后又是同性恋 然后又是非常的生活 非常的孤苦伶仃 被社会被家庭抛弃 非常不正常 他后来从精神病院出来 做的那个戏剧 那次他演戏 他的戏剧就是缆宋 他写个剧本 他自己坐在台上缆宋 当时去看他的戏的时候 法国所有的这种上流的社会 那些大的文豪 那些哲学家 都是满满一堂 记得当时是法国德高望重的作家 坐在第一排 他就看这么一个作家 这么一个剧作家坐在台上 在一个灯光下念着他的台词 手呢连一张纸都抓不住 然后翻一张纸 纸就掉到地下去了 记得说他当时一直不住的 想上前帮他捡起来 然后他念完了他的台词之后 整个大厅的雷鸣班的掌声 就是在西方 就他们要追寻的 艺术的经验是什么经验 艺术经验是这样一种经验 所以阿尔托当时还有别的戏剧 叫做残酷戏剧了 他就是非常常冷的 非常残酷的 绝望的那样一种经验 那么贾名娃其实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正常 除了他的口音比较难懂 我一直说请他来给同学们做讲座 他的方言口音太重了 他说先得适应 一天两天的听他说话 才听得明白他说什么 但是他确实是 讲座话是一个鬼才 我认为他是一个鬼才 他的这种 对生活的体味和感悟 是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 前面刚才我们谈到齐王 确实这篇小说很丰富 很复杂 那么刚才这个课间 你们马真师兄 他提到一个观点 他说他会关注 这么一个小说的叙述人 我和这个王一生 包括他的几个 他有齐王 孩子王 树王 那么孩子王有拍成电影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陈凯歌拍的 这是叫做第五代 第五代导演 也是第五代电影的代表作 那么这些他强调的 就是说里边始终有一种我 有一个我叙述人 我和这个小说里边的人物 你包括这个 我跟王一生 和这个脚卵等等 我做一个叙述人 他有时候出现 有时候在观察 是他的一种视角 有时候他退出去 是吧 有时候他拉得远一点 所以这里边这个叙述人 我的这样一个语境 他控制得很好 这也是这部小说的 也通过这个我 他这种心理的层次 心理的这个视点 他处理得非常好 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很有必要去关注的一个角度 那么关于甲冰娃呢 甲冰娃的作品很多了 我们后面 我们会再更多的谈一下甲冰娃 就是后面我们会专门有更多的时间 谈一下这个甲冰娃的这个 包括废都啊 琴枪 那么今天这里的对他早前期的这些作品呢 我们可能花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甲冰娃的商周系列的小说 大家最好有机会能够看一看 因为甲冰娃的小说确实是非常有 乡土中国的那种味道 那么是 我在把它理解为一个很纯粹的一种汉语书写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甲冰娃的那种非常独特的地方 但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要去谈这个先锋派的小说 那么先锋派的小说呢 在座的读过哪一些 我相信你们可能现在往后讲的话 这些作品可能越来越靠近你们的经验了 是不是这样 也不见了 我随便问一下先锋派的作家 这个 我理解的就是像墨岩 马园 洪峰 长雪 扎西达瓦 苏同 于华 阁飞 叶兆 盐 孙甘路 潘军 北村 吕兴等 那么 我说的先锋派呢 当然这个概念 大家会说 Avander God 是吧 那么任何时候都有先锋派 先锋派是始终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先锋派呢 甚至80年的后期汉语言小说写作 在这个形式实验 在语言方面做出了很激进的实验的这批的作家 那么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先锋派 那么这些作家 我相信大家都会更熟悉一点吧 其实呢 我们在说寻根小说的时候 莫言经常也把它放到寻根小说里面 是吧 像洪高粱 通常是把它 作为一个寻根小说的一种代表 但实际上呢 我也把它认为是寻根最后的一位作家 洪高粱相信大家都看过 看过电影 是吧 你们现在电影看的比小说多 看的多电影 电影和小说还是有些差距 电影是江文演的 江文和巩俐 那么那里面是说的 我爷爷 我奶奶 我爷爷 那个土匪 土匪就抢来这个女人 抢来女人 这个女人就爱上她 这个 当时是被认为寻根小说 他所表达的观念和概念 都一方面过于宏大 过于抽象 在一个民族的反思的意义上去理解她 另一方面呢 又过于的点极化 老庄也好 老庄哲学 是吧 那么同时又空灵 你像去解释这个齐王的时候 反复这个齐王呢 恰恰是有一种空无的一种观念 你发现 他一方面那么讲究吃 另一方面又是空无 这二者是 很难 凝聚在一起的 是吧 老庄的 无所谓 既然淡漠 淡漠老庄 饿肚子也可以吧 是吧 饿肚子也可以达到精神生活 但是又那么贪吃 是吧 你像我这么贪吃的人 我就成不了老庄 是吧 就是 民以示威 先得 先得 吃饱肚子 吃饱肚子的人就很难老庄 但是好像现在吃不下饭了 所以就变得老庄了 是吧 所以就可以老庄 那么我们会看到 在 莫言的这么一个 把他拉入寻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跟前此的寻根是很不一样的 他要寻找的是一个 民族的一种强力 民族的一种精神的源泉 所以后来这个 红高粱出现之后 是张艺谋用的是那种非常 那个颜色 是吧 鲜红的 大红的那种颜色 张艺谋是非常善于用红色 就中国色 中国红 用这种色彩 所以张艺谋在奥林匹克的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上 他的整个把中国传统文化演绎了一遍 让世界称赞中国 让世界为中国文化所探服 在莫言的小说当中 和他电影表现的 那当然是有很大的一种差异 在莫言的小说里边 你可以说他重新书写了一种革命的神话 这个革命的神话和中国民间的 这种暴力的一种神话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他能够把一方面 我爷爷叫土匪 是吧 另一方面是民间的这种 自发起来的所谓抗日 革命的 又和革命的这种历史联系在一起 所以莫言的小说 和前此的寻根文学是完全不一样 他把对民族的精神的一种寻求 那么远古的那种野性的呼唤 它是和我们现代的历史的一种进程 和革命的暴力的神话 和民族国家的这种想象 和他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的小说有非常强的 那种时代的一种精神 有非常强的这种反抗的 桀骜不驯的那种东西 后来我记得是 北师大的王一川教授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他试图把这个法西斯主义 和这个洪高粱怎么联系起来 那篇文章我最近没找到 但是我觉得那篇文章写的 写的挺有意思 是揭示了他的一种理解方式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那么一种精神 民族的强力 民族的一种暴力 它不一定是 都会转化为一种 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也不一定 我觉得在那么一个历史时期 确实总是有一种 时代的一种愿望和要求 80年代中期 中国一方面早就像现代化 另一方面又承受着 西方强大的一种挑战 另一方面国内的问题 无穷无尽 所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 要冲破一切 压迫的那样一种愿望 这种愿望对莫言来说 它不过是不得不借助了革命的符号 不得不借助革命的符号 其实你可以看到 整个第五代的电影 它都是借助革命的符号 第五代走过来的 你像黄土地 一个和八个 是吧 红高粱 是吧 然后这个 其实还有成海阁 还有大阅兵 是吧 那么这些你可以看到 它都是借助革命的符号 我曾经在那个表义的焦虑的 那个书里边 写过一张关于第五代的电影 就是它的寄生性 它总是通过寄生于 第五代是通过寄生于革命的符号 革命的一种记忆 它来完成它的一种反叛 这本身是一种悖论 这本身是一种悖论 所以中国当今的电视和电视剧的 这么一个传统 我们会说 一方面 它有我们的电影方面的 政治的一种控制 导致它要寄生于 这样一个革命的符号 但另一方面 第五代 在艺术上已经开了这个先河 在这方面寄生于革命的神话 革命的记忆 革命的叙事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叙事 这一套它做得非常的熟练 做得非常的熟练 所以后来的潜伏 人间正道 这个风生 它都是这一种叙事 所以关于莫言 大家可以再看 它后面的 你像透明的红萝卜 球状闪电 都是它那个时期的作品 那些作品就未必 具有寻根的一种意义了 所以莫言 总体上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 寻根派的作家 那么被称之为 新风派的这么一个 创作的现象 以及这么一个创作的群体 所以是有特指的 那么我在书里面 已经给他们下了 比较明确的定义 主要指的是这一拨人 这个是长雪 这个是马园 这个是莫言 大家都看到 实际上 这个先锋派的出现 有它这么一个历史的 在文学史中 有它的一种前提 这个文学史的前提 是八五清朝之后 所以八五被叫做八五清朝 是吧 有现代派 寻根派 寻根派也是叫做清朝 那是叫清朝小说 那么其实在当时 还有整个现代主义的运动 有绘画方面 美术方面 那也是非常激进的 八五清朝 是吧 这个绘画方面的 现代派 现代主义 那个运动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么在小说 我们在文学理论方面 我们有关于方法论的一种讨论 方法论的焦虑 就是我们用传统的 用过去的那种方法 我们对文学的研究 非常的有限 是吧 被认为非常的有限 被认为要引入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在当时非常有意思 就是从三论 叫做信息论 系统论 控制论 所以像自然科学学习 所以大家会发现 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 自然科学的统治 科学主义的倾向 非常的严重 在八十年代 一度呢 这个完全控制了 这样一个文学理论的 和批评的方法 所以当时用 信息论和控制论 来研究 文学作品中的能物 典型形象 像当时厦门大学 有灵星仔 他用这个系统论 信息论 来研究鲁迅的 阿Q形象 所以当时的 这个影响非常大 被认为 这个是 当时的很多的理论 批评文章中 会出现图表 会出现这个图案 结构图案那种 我那个时候呢 在1985年86年 1985年86年 我也写过文章 就是叫做 兴趣的结构分析 我分析这个 中国古代文论 言语的 这个诗话 里边的兴趣 这个概念 用结构主义 信息论 控制论 来分析它 那么我当时 那个 85年 我还在读硕士 这个文章 当时投到 当时影响很大的 文艺理论研究 当时文艺理论研究 那个刊物 在80年代 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 和文学评论 基本上是齐名的刊物 那么当时的主编 是徐忠玉先生 就徐忠玉先生 今年应该是96岁了 应该是 在当时他看了 看了还给我回了封信 哎呀 说这个文章很好 很有见解 所以就给我发表了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我是一个学 我当时学的是文艺理论 我做的是 古代文论的论文 能够在读硕士 能够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 那个文章有9千多字 将近 差不多1万 1万1千字吧 这个样子 9千多到1万1千字 为什么 就因为我用了 系统论和控制论 来研究这个兴趣 这当然现在看起来 很多东西不一定值得推敲 但是说那个时代 大家都需要新观念 新方法 需要这种东西 如果说没有这种东西 就觉得我们 为什么实际上都是要冲破 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方法论 那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那个时候的写的理论 批评文章是什么呢 先引一段马克思的语录 然后恩格斯的 恩格斯的 列宁的 列宁的 斯大林的 然后毛茹西的 然后来谈这个问题 是吧 对照一下 这个是跟哪个一致 跟哪个不一致 它这么搞 是吧 你说这个异化问题 马克思怎么说呢 恩格斯怎么说 说了一通 然后你怎么说呢 你怎么说就剩下一句话 是吧 我同意 那这样当然 所以当时就是 瞧望必须过正 所以就从自然科学那里 弄来一堆的系统论 控制论 所以其实对我影响 很大的 是科学史 自然变成法 我定自然变成法通讯 定了七八年 就定那个杂志 我们那个做学生很穷 不像你们现在 这么有钱 都拿去定刊物 自然变成法通讯 我读了七八年的 自然变成法通讯 是这样的 你们现在肯定不会去看 那种杂志了 是吧 自然变成法通讯 但是对我们影响很大 还有一个美术一重 我也定了七八年 所以像这种刊物 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你们很难想象 80年代的人做学问 他是怎么做法 他是从 别的地方去倒来火种 吸取那种经验 所以就是在 大家会看到 为什么说 80年代的中期 有向内转 一方面是向内转 另一方面却是要用 科学主义的方法 来研究这个文学 其实他要破除的 要逃脱的 是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 那种僵化体系 那种教条的 那种方法论 他是这个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鲁书元 他86年10月 在文艺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论新世纪文学的 向内转 这个 他概括了这个 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 文学向内转的发展趋势 并且由此来审视 中国新世纪的文学 他认为在诗歌领域 小说领域都出现了 向内转 他指出这个 粉碎四段班后 文堂上出现了一种 被妙与传统写法的 小说作品 例如所谓三五小说 这些小说 其实并不就是 没有情节 人物和主题 而只是在 各所的情节的戏剧性 人物的实在性 主题的明晰性之后 换来了基调的饱满性 氛围的充沛性 情绪的复杂性 感受的真切性 这类小说 成就高下不一 但共同的特点是 他们的作者 都在试图改变 自己的艺术视角 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 得看外部世界 并以此 构筑起作品的 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 小说心灵化了 情绪化了 诗化了 音乐化了 小说写的不怎么像小说了 小说却更接近 人们的心理真实了 新的小说 在牺牲了某些 外在的东西的同时 换来了更多的 内在的自由 那么鲁书源呢 他试图用这个 向内转的理论 来概括现代主义 与中国新时期 文学的全部走向 他甚至要把 五四世纪以来的 中国文学的变化 从鲁迅以来的 都要变成这个 向内转 所以以此作为这个 我们当代 向内转的这么一个依据 我觉得他这样的话 把问题反导 这个 模糊了 是吧 把问题普遍化了 过于普遍化 你这个八十年代后期的 向内转的特殊性 他就反导 凸显不出来 但是呢 不管如何 他这篇文章是具有一个 宣言性的一种意义 他具有非常强大的 这样一个 颠覆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